义这个词大概只有在中国人的字典里才有的 所谓结义弟兄是说那些并无血缘关系的人用誓言结成的生死之交 蒙古人称之为安达 铁木真同扎木河这两个草原英雄曾三次信誓旦旦的结为安达 却你死我活的争斗了二十多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问清了是阿拉坦和霍尔赤投奔我们吗 问清了 阿拉坦伯父跟来是情有可原 霍尔赤是扎木河非常器重的同族兄弟 他怎么会抛弃扎木河来投奔我们呢 会不会有诈 我们一起去看看 你们听我说 我估计你们兄弟一定会想 我是扎木河的近亲 为什么会服从了你们呢 我和扎木河的祖先随时异不所生 却是两族人 我才是真正的黄金家族 理所当然 我应该把我的智慧献给黄金家族 当然 这并不是我离开扎木河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 昨天晚上有位仙人给我托了个梦 你梦见了什么 我梦见了一头草黄色的奶牛 这牛围着扎木河绕来绕去 一头撞翻了扎木河的房车 又一头撞向了扎木河 怎么样 扎木河一闪 这头牛撞到了树上 一只牛角断了 成了独角牛 那头牛猛的转过身来 冲着扎木河一边养土 一边抠土人言 换我的脚来 换我的脚来 后来呢 后来 那头牛又拖起了扎木河跟房车随在铁木针的后头 沿着一条平坦的大道向前 边跑边吼 我还是不明白 这是天地向上 让你做国主 那头牛宰的就是一个国家 黄金家族中心指日可待 这是上天和神灵 向我袒露了天机 让我亲眼目睹了这一个情景 别让我来向你通报 你将来做了国主 如何回报我这个传达喜讯的使者 如果我当了国主 我逢你做个万户 万户 相当于汉人的万户侯 行啊 或者是 除了让我当万户侯之外 你今后对我应该言听计从 可以 另外 你允许我在国中自娶三十个美女做妻子 三十个老婆 你不是眷群里的尔马子吧 三十个不算多 汉人的皇帝三公六院 七十二嫔妃 谢谢首领的恩典 有诸位首领在场作证 国主是一言九鼎 霍尔赤溃灵了 现在应该实现你的诺言 依从我的第一个禁言 你应该就任起言部的可汗了 平不真 霍尔赤的这句话非常在意 大哥 你应该成汗了 是啊 大哥 是应该成汗了 大哥 大哥 你怎么不说话呀 天不真 你想没想过 我们蒙古人应该有自己的可汗了 只有这样才能一呼百应 才能把蒙古各部各族的人都集合到一杆大旗之下 才有力量对付一切压迫我们的敌人 如果要在部落里立了汗位 就需要各家族首领们的全体会议商讨 由大家共同推举才能确定 你们想一想 现在完全有把握让大家推举我吗 能通铁木人竞争汗位的只有你四叔达理台 胡图拉克汗后代阿勒坛 你二伯父的长子乎查尔 再有就是和布拉克汗长旨后裔 我亲巴尔和寒的儿子撒茶别奇 我分析了一下 这里面有你的秦叔叔 有你的秦堂兄 他们一来没有什么战功 二来又曾经背弃过你们 是不会同你争的 最可能有实力同你争夺韩位的是那个不知进退的竹尔气人撒茶别奇 那个昏昏恶恶的家伙 他也配当可汗 让他当可汗 他会带我们去盗马 你们以为他是个昏昏恶恶的家伙 可他自己以为他是最有资格当可汗的人选 不然十几年前他就不会离开我们和塔利护台自理门户了 不错 撒茶别奇是我们的主要对手 我的意思是让你四叔达理台提名用铁墨针呈寒 再让你堂兄胡查尔抢先发誓听命于你 阿拉坦一定不便公开反对 只剩下一个撒茶别奇也就孤掌难明了 要逼撒茶别奇就范 这个主意好 大天要趁热马上就该办了 这件事是要抓紧进行 四叔和我的那位堂兄胡查尔 就请我的母亲去同他们探 二位有事吗 这不是蒙里克和朱尺台吗 你们好啊二位兄长 扎木河首领 这个狐狸金扎厉海是想路过此地喝口麻奶酒就走吗 不是 老兄 不要重复死人也祀该的那种腔调 我打算跟你们一样 在扎木河首领的麾下效力 以后咱们可以在一起尝喝麻奶酒了 干嘛要等到以后呢 来啊 为了你们的重逢再拿两个碗来 不必了 扎木河 铁木真是你的安当 塔里胡台是铁木真的仇人 也应该是你的仇人 你为什么还收留这个丧家之犬呢 难道你同铁木真三次对长生天立下的誓言都忘了吗 忘记了誓言的不是我 是铁木真 我扎木河组织了四万联军 替他报了仇 夺回了他的老婆 可他铁木真 为什么要对我不辞而别呢 为什么收留了从我这里离去的阿拉坦和足胸霍尔尺以及上千不重呢 他的不辞而别一定是他说不出口的原因 但这并不表示背蒙 至于阿拉坦和霍尔赤去同铁木真一起放牧 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 这也算不上对你的背叛 不要再说了 我扎木河的刀从来不砍牧名来头的客人 是不是 你们俩也想投奔铁木真 扎木河首领 我看这是两只养不熟的狗 早早晚晚要逃到铁木真那里去 我蒙古奇颜部自胡图拉罕去世之后 客汗的称号已有三十余年空缺了 密封还有个封王 燕镇还有一个头燕 我们几万人的蒙古部落怎么能没有一个客汗呢 今天召集各部首领巨翼 就是希望大家以蒙古中兴大业为重 同则共主推举客汗 自先祖海都副业以来 历代客汗都是在亲中选嫌的 如今草原群雄并立 你争我夺 我们蒙古部落 因为分崩离析才软弱无力 缺少的正是一位英勇果决 机智善断的共主 现在有了 他就是铁木真 他是黄金家族的直系后裔 耶稣该勇士的狄亲长子 岂言部的客汗非他莫属 我们愿意铁木真未喊 对 我们愿意铁木真未喊 达立台是我的四叔 阿拉坦伯父是呼图拉克汗之后 呼叉哥哥是我二伯父的长子 萨扎别奇哥哥也是 何不乐克汗长子后裔 他们非输即凶 我铁木真是不是有一点年轻了 当此重任恐难服众 看来铁木真是对我们心存顾忌 我们愿对长生天发誓 我也愿意向长生天发誓 阿拉坦 你呢 我也可以发誓 拥护铁木真称寒 你发什么了 我们发誓 走啊 走 我等愿奉铁木真为寒 我等愿奉铁木真为寒 战场上愿为铁木真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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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掠来的美貌姑娘 美好的公帐 擅走的骏马 要先奉献给克汗铁木真 掠来的美貌姑娘 美好的公帐 擅走的骏马 要先奉献给克汗铁木真 作战时若违背克汗的奥利 任凭克汗 骗气我们的妓女 没收我们的财产 把我们的黑头抛于荒郊野外 太平之日若遵克汗旨意 任凭克汗收取我们的负重 夺取我们的妻女 把我们的身体抛于无人烟之地 长城天在上 历史人呼叉 历史人达理台 历史人阿拉坦 撒场闭去 请新克汗就位 我能远离 别无人违寒 来 好一个铁木真 这明明是设好的圈套 让你就犯 是达理台提出来的 让铁木真称寒 是不是铁木真还假意推托过 铁木真曾经提出过 萨萨别奇是何不乐可汗的长旨后裔 后来是呼叉儿让大家拥戴铁木真称寒的 呼叉儿是谁 是铁木真二伯父的儿子 这明明是他们设计好的圈套 捉弄我们助而其人 把本来属于萨萨别奇的寒味 卑鄙的据为己有了 墨亲 那我们怎么办 要不要离开铁木真 不行 离开蒙古起研部 你给谁称寒 那我们就心甘情愿的听铁木真的摆布了 不要急 不要一看见猎物就开始射箭 要慢慢的包围它 靠近它 到了一箭能置于死地的时候 我们开始发起攻击 等着吧 铁木真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的 什么 铁木真要自称可汗了 展望和首领 这是千真万确的 哥哥 从他被部众抛弃 只有九匹银河马加荡的时候 蒙古部的大权就掌握在我扎的蓝布的手里 是你率领四万联军打败了密尔契人 夺回了他的伯尔帖 你帮助他召集流散的百姓 使他的羽翼丰满 上次他就不辞而别 现在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自称可汗 他眼里还有我们吗 这简直是恩将仇报 展望和首领 铁木真告继位的使者 从黑林托乌林汉那里来到扎的蓝布了 托乌林汉有什么表示 据说托乌林汉欣然承认愿意支持铁木真 这个老糊涂 也许还是个老滑头 扎木和首领 托乌林汉本来就不是蒙古人 他不在意谁当蒙古人的可汗 何况他是野苏盖的安的 扎木和首领 您总不至于让铁木真愚弄了 还拍手称号吧 塔利胡台 你是不是想借扎木和首领的手 杀死你曾经想杀而没有杀死的铁木真 你是野苏盖的好朋友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是同你一起离开铁木真的 在你自立门户的时候 我就率领布众偷奔扎木和首领 这十几年的友情 是你将乌鸦嘴就能离间的了的吗 扎木和首领 千万不要听他的挑唆 一只乌鸦是唱不出好调子来的 蒙古人需要统一不是内战 要不然恢复了元气的塔塔尔人 残余的灭尔弃人 特别是没三年就来屠杀我们一次的金人 就会在我们自己大大不可开交的时候 一下子灭了我们的人种 不要争了 我要见我的好安大铁木真寒的使者 吩咐下去排队迎接哥哥 我的话讲得不清楚吗 是 请 请 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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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我的好安大使者先来品尝品尝我渣大兰部鲜美的麻奶酒吧 请坐 为了庆祝我的安大继位起言部的可汗 大家干了这一碗 是啊 我们蒙古人有了唯一的首领了 往后凡是蒙古人都要听命于他了 也包括我们扎的兰部 那得问一问铁木真的三位使者了 扎母和首领 这么好的酒烟怎么放进一条狗了 说谁呢 还能说谁 刚才还在汪汪的叫 你大胆 论起来你得叫我叔叔 扎母和首领 刚才跟我们说话不客气的 是什么人 我是塔利胡台 你就是耶稣该首领生前叫过狐狸金扎厉害又自私又贪婪的那个小人吧 你 原来你就是这么负尊荣 你目无尊长 你差一点害死我们全家 你算什么尊长 住口 你别忘了 这里还是我哥哥扎母和的部落 来唱歌的就是我的朋友 来出言不训的 不管他是谁 我就不认他是朋友 来 那就喝酒吧 对 还是喝酒吧 这两位长者说的对 我们是来拜访我们辛克汗的好安大 扎母和首领的 扎母和首领这么热情的捧出了这么好的麻奶酒 我们怎么能辜负他这番心意呢 来 喝酒 喝酒 这麻奶酒多好 你们看扎母和首领没喝就醉了 他是什么安大 他收留了要杀死我们的塔里湖台 是什么意思 我看早晚要和扎母和决于雌雄 打就打 我们现在不怕他 住口 本来 四弟 五弟 你们是克汗的兄弟 遇事应该三思而后行 虽然我们有一两万不中 可密尔启人并没有完全被消灭 托黑托阿父子已经收拢了失散的百姓 力兵莫马 刺激报复 塔塔尔人背后有金国支持更是劲敌 而对我们恨之入骨的太赤乌人 更希望煽动一场 我们与扎母和之间的两虎争斗 所以我想扎母和虽然不是好安大 也不应该成为仇敌 铁木阵 你说呢 我想无论如何扎母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扶植过我们 这份恩德我们是不该忘记的 我当然希望他能成为我振兴祖业的盟友 最不愿意的就是变成我们的敌人 退一步说 即使是有一天他与我刀兵相见 我也愿意让他先砍我一刀 哈萨尔 你怎么想的 我也正是出于同大哥一样的考虑 你自己拿吧 是 母亲 你们听着 扎达兰部和克列部一样 是我们启言部的盟友 对他们要忍让 回避 以免发生误会 我们一切刚刚草剑 我不需要战争 需要部中的富族 牛羊肥壮 马驼兴旺 为克韩之命是从 铁木针在启言不称寒 揭开了一代天骄称穹草原的新篇章 也带来了错综复杂的新矛盾 不仅外部的敌人加速集结 还引起了内部蒙古贵族的离心离德 你看 那是什么人 好像是扎达兰人 那我们赶快离开这 快离开这 那边是谁家的马群 不用问 惹不起 是铁木针的马群 这就对了 躲着点 人家现在可是契言部的大可汗了 什么 杨记上腰带就可以管人吗 那可不一样 以前他可没有这么多马 自从收留了朱尔契家族的那些个盗马贼们 他的马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说不定这群马里就有扎达兰部的马 走 过去看看 算了 连你哥哥詹姆和首领都让他们三分 算了 来 话 和首领都让手 快拼 UP 大家都缺ering onde已逃光 喬 站住 是什么人 可能是铁护针的人 又来了几个送死的 站住 走 是戴查尔首领吗 你是什么人 我是铁木针可汗任命的众人之长 准了面 我在你哥哥的金鼎大帐见过你 戴查尔首领一定误会了 刚才掠走的是我们起研部的马群 对不起 我刚好认出了是起研部的马群 是吗 打铁的烤虎了围裙 你这玩笑开得有点过火了吧 我还想接着开下去呢 来呀 把铁木针对众人之长的脑袋给我砍下来 砍得还乐呵不乐呵 这儿 你哥哥和铁木针三次结拜了安党 我不愿意因为这几匹马伤了我们之间的合计 我劝你还是把马还给我 留着脑袋吃肉 要比吊在草堆里啃泥的滋味好得多 我就想让你的脑袋掉到草堆里去啃泥泥 戴彻 你怎么是野马一样的脾性 戴彻 我们铁木针课还说过 以你们扎的懒人相遇 要先让你们三刀 我已经让你两刀了 这一刀就让你伸手易出 走 算了吧 戴彻 你还是把马裙还给我 回去好好练练刀法吧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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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快跑 扎木河首领 这就是我们太迟乌部的勇士 叫拿牙 他一个人就可以拉动这辆 套着三头牛的车 有这种事 我倒想见识见识 拿牙 开始吧 解 就 就 就 去 就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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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又是谁 他叫芝儿花呆 是一位神剑手 神剑手 射箭乃草原平城之事 难道此人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掌木河首领一看便知 来人 把碗顶到头上走过去 等一等 这位剑手 你是否要设这支碗 不错 好 打理副台叔叔 你手下有这种高人 何愁不能称霸草原振兴蒙古 来人 扎木河首领 我已经年过半百了 贤侄正是英雄年少 我的愿望就是要扶持你统一蒙古 扎木河首领 扎木河首领 怎么回事 带着二手领被杀了 什么 二弟 怎么回事 我们正在营地里放牧 天不真让他的众人指掌折了面 前来抢马 杀了我们四个孟马人 结果连带着二手领一块给杀了 二弟 带着二 扎木河首领 此仇不报王为人 连我都要不下这口气 是啊 我要把一切和天不真为敌的人都联合起来 我要杀的他片甲不留 我要杀了他 好 天不真 看你还在下 快把茶河台拉开 你没见他都急了吗 你是狼马你咬人 我可以不管他 扎河台 你要记住 不要想一定要有人保护你 不要祈求有人替你主持公道 只要学会了靠自己的力量活下来 你才算是真正的蒙古人 去吧 天不真寒 出事了 怎么了 折了面被朱尔奇家族的人抓起来了 是你杀死了扎木河的弟弟代查尔 是吗 我刚才杀掉的是扎木河的弟弟吗 我以为我杀掉的是一个不讲理的盗马贼 你知不知道你闯下的是什么样的大祸 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们的马不能说抢走就随便抢走 我们的人不能谁说杀就随便杀掉 那可是扎木河的弟弟 你杀了他 就会挑起我们同扎达兰部的战争 以你的意思正因为他是扎的男人 要我们马我们就给他马 要杀我们的人我们就随便让他们杀掉 你真想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太想知道了 我要把你这个挑起事端的罪魁阔手 交给扎木河听评他去处置 你说这话你好像就是扎的男人 只有这样才能平息这场争端 少林 还是把他交给扎木河可汗处置吧 干嘛 我无前处置一个打铁的奴隶吗 来啊 把他给我捆起来 是 那可不行 你们把我的手捆起来 我怎么拔刀抵挡里面杀我 扎木河来了 好吧 我让扎木河杀了你 扎木河 你这个众人之掌闯下了踏天大火 我都知道了 现在只有把他交给扎木河才能平息这场战争 如果我把扎的灭交给扎木河 扎木河就不会来攻打我们了是吗 那也不一定 这小子杀的可是扎木河的弟弟 既然送给了他 也不一定能取消他攻打我们的念头 我们为什么还要把扎的灭白白的送给扎木河呢 是啊 我算的也是这个账 你住口 我说过 我们要忍耐忍耐 不能同事曹哥 可你干的是什么呀 可汗 你可以因为我给部落带来了灾难而杀我 我可是为了我们的部众和马群 你给我走开 铁木河 铁木沈 你就这样袒护你的部下吗 我要袒护所有跟随我的蒙古人 你要把大家拖进战争 一场人戎灭绝的战争 可能 但不是我愿意打仗 从我生下起 草原上就没有终止过战争 我想躲避战争 可如果躲避不了 我只有选择战争 走 他好像已经忘了他发下的誓言 该来的就让他来吧 走 好 多谢各位首领如约前来驻战 塔利胡台叔叔和不亦鲁黑寒知道 铁木真是威胁草原上羊群的一只狼 如果不及早除掉他 对我们大家都是后患无穷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奶门部就不会来了 请扎木河首领说说怎么打吧 不亦鲁黑寒首领真是快人快鱼 那我就说一说 这次作战我们十三路兵马共有三万之重 在数量上我们以多打少 这对我们非常的有利 但事先一定要严密封锁消息 给铁木真已突然袭击 这就是铁木真的营地 大篮板蛛丝 我们十三亿兵马分进合围 把铁木真包围在峡谷里 就像是羊群被赶进了围栏 任我们随意砍杀 好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起研部 干干净净地收拾的一个都不剩 具体的分配是这样的 太齿乌部为第一亿 我扎弹兰部为第二亿 乃蛮部为第三亿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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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年春 扎木河组织了十三部联军 在达兰板蛛丝 向铁木真发动进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三亿之战 燃 蛛丝 双 帅 韩国 我今晚已经分十三亿向你们悄悄改来了 你是怎么穿过七石沼泽到我们营地来的 我五岁时被老三满收为徒弟 现在已是可与天神共语的通天屋了 况且我通过的是我父亲蒙里克和朱池台叔叔的大营 自然通行我祖 谢谢你 谢谢你的父亲 可汗 我父亲说他受耶稣该伯父脱钩之重 应该如此 你们和朱池台叔父的人马在什么地方设营 我父亲和朱池台一役在沃南河岸 好 不是说 你亲自送寇寇出兄弟出营 请 韩兄怎么办 快点 这个朱池台 六年里多次寻信 这一次竟然联合十三部落想吞并我们 打 让他们知道我们棋盐部是草原上的雄鹰 不是吐蕃鼠 对 打 打 停不止 炸弹来人打来了 就是你那个好安打 就是我不让你惹的渣木河 你不听我的劝告 还说你要袒护你的下属 好 机会来了 你袒护他们吧 袒护吧 可是你得在你先保住自己的脑袋之后 我会的 说大话要是能把敌人打败 人们还带刀干什么 天不震撼 我看这一仗不能打 为什么 扎德兰太书乌乃蛮部都是强大的对手 而我们这边各个家族和贵族们却各怀意志 这个仗根本打不赢 韩兄 我曾经说过扎姆河有恩于我 我不愿与他刀兵相见 不过这一次不想打也得打 因为不打一下就走 从蒙里克和朱池台叔叔的营地撤退 就等于出卖了他们 所以大事为了撤 这里面集合队伍 在马上 怎么会讨论呢 Está禅药 要 是 admit 比券 你在搞什么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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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彪 阿彪 南中尼人 撤兵出击 打他们的侧翼 撤兵拦截了奶蛮人 撤 快 不要让铁木珍跑掉 告诉蒙莉可拦住 铁木珍冲过来了 快跑 巨山